嗨大家好我是巴美 最近大家应该都已经陆续的开学或者是复工了 是不是又要开始为每天早上吃什么发愁了 这时候小摊贩们也是时候出摊了 那今天就是一期久违的路边摊小吃系列 不知道大家早上最常吃的那个早点是什么 以前上学时我最喜欢吃学校门口那家鸡蛋灌饼 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发现其他比如像鸡蛋饼 酱香饼这种小吃单还挺多的 但鸡蛋灌饼就越来越少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自己来做做看这个鸡蛋灌饼 如果你喜欢这个路边摊小吃系列 记得多多点赞支持 那先来做面团 跟上次那个扯面一样 就是很简单的中式面点的面团 面粉里面加一点盐 然后加温水 这水温差不多是60度的样子 先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捏成团就好了 你可以用中筋面粉 或者家里的饺子粉什么都可以 成团之后松弛10分钟 松弛好了以后再揉就会比较好揉了 你看一个光滑可爱的面团 再把它分成每个100克左右的小团子 这个分量应该刚好可以做4个 还多了这样一个小揪 给你当橡皮泥碗 算了 我还是把它夹到这个面团里好了 再把它们都滚圆 松弛20分钟 其实很久以前小吃系列的评论 大家就说想看这个鸡蛋灌饼 这不就来了 欠你们的都会还上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准备 一会儿要用到的油酥还有酱料 油酥很简单 两勺面粉 加一点五香粉和盐 然后浇上两勺热油 搅拌均匀就好了 再来准备一个蜜制酱料 锅里先加一点油 然后把豆瓣酱炒香 再一次加入甜面酱 蒜蓉辣酱 番茄酱 蚝油 还有糖 这和之前做烤冷面的酱料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小吃阶的万能酱料 加一点水 熬到浓稠就好了 哇 有了这个酱料 那个路边摊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面团也醒了 拿一个出来 用手压成圆圆的样子 再用擀面杖擀开 边缘要比中间薄一些 做酥皮的时候怎么擀都擀不方 像擀圆的时候它就变成方的 在中间刷上油酥 然后这样上下给它折起来 再用擀面杖把两头压紧 这里要小心千万不能让油酥溜 千万不能让油 油 千万不能让油酥露出来 两边再叠到一起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很像你叠的被子 哦对 你不叠被子 再拿出第一个叠好的被 再拿出第一个叠好的面团 擀成一个方形 所以还是要小心 千万不能把皮擀破了 一会儿摊的时候 就会漏气 鼓不起来 平底锅里稍微多加一点油 火不能开太大 然后小心地放下去 定心以后把它翻个面 哦鼓起来鼓起来了 怎么又瘪下去了 肯定是哪里漏气了 不过没关系 曾经鼓起来过就可以了 在上面用筷子戳一个洞 把鸡蛋加进去 我忘记打鸡蛋了 做鸡蛋灌饼 结果把鸡蛋给忘了 就用这个做咖啡的拉花缸吧 希望下午的咖啡 不要有鸡蛋葱花的味道 之前在外面路边 他也买过鸡蛋灌饼 还有时候我会让老板 多给我加鸡蛋 不过经常是被拒绝的 因为老板说多加了会漏 我就不信了 自己做就是要多加鸡蛋 行了 现在摊鸡饼了 不过你别看这个有点焦 还有点漏了 味道应该是不会差的 这个这么大 好像一个枕头 就像在你的枕头里灌了一个鸡蛋 你对我的枕头做了什么 再试一次 这是最后一支了 千万不能再漏了 这个可以了 哇好大 我都怕它炸了 给它翻过来 两边都要煎一下 哇真的好像鸡蛋有点多了 灌不下了 要让这个蛋液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总算是灌了一个还不错的 来来来 每一份只要两个小硬币 终于灌了一个 看起来你们愿意花两个币来买的饼 趁热来尝一下 哇 外面这层很酥 哇 因为我灌的鸡蛋比较多 你们看这个饼和饼中间夹的厚厚的鸡蛋 而且中间的这个酱料超好吃 其实我刚刚在厨房也偷偷吃的那两个 灌的不是太好看的饼 但不得不说这个就算你的饼漏了 或者没有鼓起来 它煎完以后一样的很好吃 只是有时候过程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完美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口感 真的多加鸡蛋的选择是对的 这样的面皮裹着鸡蛋裹着肉超级香 你们也一定要试试看 如果不好吃你回来找我 那这期这个路边摊小吃的鸡蛋灌饼 希望大家喜欢 真的一定要自己动手做做看 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一键三连 下期见 拜拜